红酒打开多久就不能喝了 一般来说,红酒在打开之后最好在三到五天内喝完 超过一周的红酒会存在变质的可能性 喝了会对人的身体产生不好的影响 当红酒开瓶后,保存时需要注意密封 并且存放的环境温度不宜超过21摄氏度 同时还要注意避免光照以及保持干燥 除此之外,红酒在放置时需要注意竖直放置 因为开过风的红酒瓶中已经进入了空气 如果斜放或者倒置容易导致滋生细菌